空想到科学 1615年 我们是墨尔的《乌托邦》 这本书就表现出来了 《乌托邦》这三个字欢迎是很好的 乌是没有啊 托是一个美好的希望的寄托啊 邦是一个地方 就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到一个没有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有主义是不各断历史的 空想社会主义是有伟大的贡献的 他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 是有志的不合理性 历史长河在老师的讲课中流淌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进而在异国和多国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 然而世界并不是一片晴朗的天空 究竟如何看待风云变换呢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不能把两种制度的相互交替 看成是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时胜户占于利 千古成败在于利 一时胜户是有的 在于力量对比 展示力量不如人家 但是千古成败在于利 看你掌握不掌握真理 如果说中国能够通过这次改革和创新 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巩固和发展 这是对人类的进步 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正在进行的这一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历史意义的时代意义 很多现场觉得很困惑 好像这个导师们的讲解 觉得刚好就是解决了自己 就像平常遇到那种困惑 那发伤呢 就没有请假 把医生给我开了架条 我伤了39度呢 所以说比较有兴趣要去拉吧 以前也应该上公共证据课吧 是是 但是很多人逃课 有的时候我也逃一逃 对 就是不愿意来参加 对 就是算得不好 但这个课算得好 就很多问题 我们大学人关心的问题 它都解决了 看得比较清楚 就可以少发牢骚 然后多干实事 因为有些问题吧 它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它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我们不是应该去抱怨 而是应该就想办法 怎样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让我对邓小平理论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然后就让我 对这个政治这方面 能够参与进行 以前好像自己是一个九百人 现在好像感觉 社会的一切 都与我有关系 就好像有一种主人物的意识 他们都是那个不在认真厅 认真机 而且动脑思考 老表现在课下呢 就跟老师积极探讨问题 小平理论课在北大 是处于试点阶段是吧 上个学期是试点 这个学期呢 全校全开了 那是必修课吗 是九五级的必修课 那么就是有考试 有考试 而且是必见考试 必见考试 考试的成绩怎么样呢 考试成绩还相当不错的 没有不及格的 那么优良的是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么其中呢 有二十多位同学 就占百分之七点几同学 达得相当不错 那么他们是九十分以上 这些是他们写的 什么心得是吗 这心得算平时的 那个作业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写了 都写得很厚的 写得很多 要求他写一千多字 但是他几乎都写了 三千字以上 北京大学是在中国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 李大钊先生在1918年 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布尔思维主义的胜利 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那么至今呢 整整八十年了 在北大 在北大 就是最早在北大 在1920年的时候 那么李大钊呢 就在北京大学 唯物史观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 是中国的大学 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列入教育计划 我们想着因为邓小平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 北京大学呢 应该这个在学习研究和宣传 邓小平理论 在这方面呢 做出新的贡献 小平理论进课堂 适应了当代大学生 学习科学理论的需求 把党中央的号召 落在了实处 同时为改革政治理论课 探索了新路 积累了经验 北大在去年初 就把开设邓小平理论课 列入工作计划 并由校党委直接领导 组成了由前校长 无数清为牵头人 由校党委书记任艳深 以及沙建孙 梁柱 肖卫云 钟哲明 薛汉伟等12位教授 参加的专家教学组 承担教学任务 知名教授上讲台 使这门课更具吸引力 和说服力 各个教授 有各个教授的风格 然后有各个教授的气质 研究方向也不一样 可能就是说 知识面给我们的 知识面都很广 老师的讲课方法呢 就联系实际 而且老师讲课 就是也比较有魅力 所以大家都特别爱听 邓小平的理论 吸引大家去学 教邓小平理论的这些老师 也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他们在 从他们那儿 我们不光能学到 邓小平的理论知识 还能学到就是说 分析问题的很多的方法 我们听了两课 另外我们看了一些课程表 好像从讲课内容来讲 是很丰富的 讲课的内容 由总体上的课题 也有呢 建策到对邓小平同志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这外国人跟他讲了这本书啊 就会发生了一课程 我们下期待